想逛台南夜市的朋友们都会牢牢紧记 大大五花大五花这个口诀 其中一周营业两天的五升夜市 现在被摊商阁主踢爆遭强迫多营业一天 拿出收到的加开通知书上头写下 开办至今三十四年的在地老牌夜市 已经累积相当口碑与客群 因此决议加开营业日变成一周百三天 预计九月开始实施 而且下方还清楚告知 如果时间内未登记回复者 视同放弃周五使用全集权利 未来也将会对外招商 对于这游戏规则 让摊商阁主纷纷不平 认为当年以二十万元买下权利 未来如果不遵循可能连摊位都不保 让他们直呼这行为真的很阿霸 听闻指控后管委会轻上火线说明强调嘴无脅迫情势 目前都是用征询邀请方式 双方可能有沟通上问题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礼拜五摊人的夜市已经有两格了 会有选择障碍 可能摆的摊商就会被分散了 均没有任何人来表示这个意见 市场处能会请业者 本于诚信的一个原则 来做好一个经营管理 这对市民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方向 判商他们就会自己去考量了 究竟无剩夜市多营业一天 是否会让整个夜市经营问题变了掉 恐怕还是得等正式上路后才能知效 华视新闻理官媳妇姐刘汉生台南报导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